十七届三中群会 继续保持自己的自信 好了 所使的中国处理危机 到目前为止表现不错 那经济危机处理不好 又引起政治的动荡 那么环刚说大萧条 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但认为中国应该吸取其中的教训 特别是宏观调供 不仅要防止泡沫 负灭之后产生的危机 要防止泡沫出现前的经济过热的现象 好了 我们看看信报两份文章 郑次言说金融海啸 触犯了政治的乱象 不仅是在欧美国家 在发展的国家也是怎么样 也是这么情况 他担心中国要注意 但是呢 刘乃强说 由于体制的优化 体制的优化 唯有中国能够救世界 这是这位政协委员 一个资深的看法 那么交消费区域下跌 中央政府立保呢 刺激内需挑战比较大 还要保增长 所以呢 三中群会号召要 刺激内需 这个有关的措施呢 也已经即将的启动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国际宣局导报 泱泱大国还需要外援吗 也就是举办奥运 发射神奇 两场民族盛世的 夸扬光大之下 一个崛起的中国 被推到风口浪尖 那很多国家说 你还给我们援助干什么 我们还要需要 给你们援助吗 这事情呢 不起求不起求 但援还是不援 还是个问题 所以呢 这篇文章的警方 负责任的虚犯和陷阱 那么这位湖南来的杨庚生先生说 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的民头 确实让人神清气爽 很爽 但是要防止掉落 虚幻词会布下的陷阱 金融危机中的中国责任 也要十四求是 不要掉进负责任的陷阱 有道理 好了 杜导正先生说 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 如果没有十年的文革 改革开放不会来的这么顺利 因为呢 人们看到文革的看到了 大家看到此路不通 比较左的人也比较拥护改革 但是呢 他也看到这杨聚生先生 也就是说 要警惕权力的市场经济 因为呢 要与高官有关系的人 形成了极为宝贵的资源 有些人 他们的帮助就有贷款 有订单 有地皮 高干子弟就最近权力 很容易跟商人结合在一起 他们一起发财 就成为物外意愿富翁 经济部门的权权交易中 获得实惠 所以党政机关不干清贫 于是呢 官员也可以卖了 这事情呢 也是中国的情况 好了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说 成都的农村产权交易所 已经节牌 五十万亩每年 那么新进的 渐进式的改革 要注意三个问题 特别要注意一些假的 一个现象 特别注意到资本的 对农民意义的侵入 好了 这是日本的经济新闻 中国农村改革 经济从外需主导 到内需主导 最关注的是执行 所以对这一点的 澳洲人报 金龙时报 中文网都谈到问题 维权力士的问题 新土海带来曙光问题 应该审慎的推荐的问题 也就是向前 也只是一小步 好了 商业周刊说 在中国工厂里的苦河田 这里面就是打工妹 这是让人们注意到的 中国弱势族群的情况 明报欧阳武的说 中国吹响了新的土地 好角 一个重要的前提 就允许流转的主体 要牢牢的锁定农民 长久跟永久一致之差 政治上是有值的差别 所以经济也说 农村改革要再发力了 好 我们那个土地私有化问题 也是现任领导人 有所顾忌的一方面 所以在长久也罢 永久也罢 这里面党内 还是有不同意见的 联合早报说 到底土地流转 转得动吗 还是有质疑的 那么今天的联合早报 社论说是新时期的中国土地的改革 农村改革这个问题呢 允许土地自由流转 意义在于 确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拥有 但是呢 郑永年说 父权农民为主体 要以农民为主体 否则的话 在中国的政治稳定 会带来新的 更麻烦的问题 天天扬言 熟悉北京政情的人士透露 这次起早中共中央 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的过程中 关键词就在 长久和永久的一致之差之上 香港明报欧阳武文章指出 要了解这次改革的意义 来理解胡锦涛两句关键的话 第一 先由土地承包关系 保持稳定的永久 长久不变 第二 各具有农民的意义 允许农民以多种 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适度规模的经营 联合早报今天社论指出 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的最大意义 在确认农民 对土地使用权的拥有 而消息人士说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 曾经考虑永久这个词 但是内部有看法 最终采取了长久两个字 后者鼓励农业合作化 等等的意涵 但是这个表述 其实是向土地私有制 在迈出新的一步 在距离意识形态的红线 仅剩下长久与永久的 一步之遥 郑永年和大陆的学者秋风 都不约而同提到 应该避免再度出现政策变质 以至于是原本的 富权农民的政策 最终演变为富权资本政策 农民 仍然无法成为改革的主体 而最终成为资本 以及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 剥夺对象 这可能是弃人之忧 但是呢 杨继生认为 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遭遇的阻力很大 主要还是传统极左势力的作祟 由于呢 权力左右的改革 改革也因此偏离的方向 他指出 没有进步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权利 在市场上 可以退换成大量的真金白银 市场化过程 也就成为利用政治权利 剧练财富的最佳途径 所以人们担心 处于了弱势地位的农民 在这次新的改革过程中 仍然没有办法成为 改革的主体和受益者 并非毫无道理 郑永连指出 中国的农民到现在还是个体 农民要成为主体 就要组织起来 那么在这方面中国政治上的条件成熟了吗 可能没有 对经营规模的期望也不能太大 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 往往都是纸上谈兵 很多理念不见得都会成为现实 而在传统的中国 一次又一次的土地集中 最终导致的是大量农民的流离思索 最终走上了造反的道路 希望这些看法并不完全是无敌方式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点题两个字 寸 不 也就是顺步向前进 寸步 不难行 有报天天图 明天见 有话想说 给我一只喵 我等着哦 有话想说 有话想说